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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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發現這兩個 你跟我講說是同一國的人名 裴你笑耶 不好意思 印度人真的長這樣 有的是左下角 有的是右上角 因為在人種上 左上角 他們是達羅皮圖人 現今 現在都沒有純種的 就是在基因比重 誰高誰低 下面的就是亞利安人 來我們看一下下一頁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在印度境內 會看到的許多圖像 左上角是阿修羅 右下角就是天神 你有沒有發現天神 就長得一副亞利安人的樣子 左上角這些阿修羅 然後呢 就長得像剛剛的那些矮黑人一樣 印度透過這個神話 一而再再而三地講 如果你是我們天神 你可以考慮 納用我們的總性制度 如果你長得像那個阿修羅一樣 不好意思啊 基本上你大概87%賤明了嘛 你就阿修羅嘛 你看神話故事這麼寫 你們就沒人權啊 你們的神都沒人權 你們怎麼會有人權 對不對 印度透過這種方式 大搞種族歧視 好我們看下一頁 這個做法其實跟希特勒 一模一樣 希特勒那個時候講說 他覺得日耳曼人 他的亞利安人的基因比例 是最高的 我們是最偉大的人種 我們是最厲害的人種 那其他不是金髮 碧眼白皮膚的 應該全部都殺掉 後來美國他們有做過基因研究 德國的日耳曼人 他們的亞利安的基因 大概比佔25%左右而已 佔最多的是誰 佔最多是俄羅斯 所以說俄羅斯是戰鬥民族 這句話是 其實是有原因的 俄羅斯人平均可能每個人 都5到60%的亞利安人協同 真的是超級戰鬥民族 其他 德國呢 就20% 跟印度也沒差太多 但是呢 在希特勒 他就鼓吹大家一個神話 他就洗腦大家 為什麼我們要搞種族歧視 為什麼 因為我們是亞利安人 不管他是不是真的 反正他捏造了這個神話 洗腦永遠是神話 最大的目的 這張圖啊 左邊這個 哇 這個完全就是我菜 左邊這個 我的菜 它叫做西河 你有沒有看到 他的身上有10顆太陽 我們 大家應該都聽過後裔的故事 後裔設下9顆 這10顆太陽 就是西河他的兒子 在最初的版本 西河他是太陽媽媽 他就生了10個兒子 也沒幹嘛 他就說要烤死人類 他爽 我就是烤死人類嘛 就像我們有時候 我們小時候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 我有啦 就會把那個什麼 炸蒙蟋蟀福壽羅 拿去給火烤對不對 也沒有為什麼 就是爽而已 你覺得這種人 是邪惡還是爭義 當然是邪惡嘛 好啦 我們看一下 先看右下角 右下角這個 這個 有點獵奇的傢伙 這個傢伙他叫沙馬石 沙馬石 那你仔細看他的頭 女生看到這個頭 不要太興奮 這個沙馬石 他就是剛剛 漢摩拉比法典裡面 飼與漢摩拉比 那個法典的那個神 就是他 就是他 他代表什麼 他代表死亡 代表腐敗 好 我們看他右上角 這個傢伙是阿波羅 現場有人喜歡玩桌遊嗎 沒有嗎 這是一個 我很喜歡的一個遊戲 我有聽到有人講七大奇蹟 好 待會我們可以交流一下 這個是太陽神 就是希臘神話 剛剛這位仁兄講說 希臘神話裡面的阿波羅 我們想到阿波羅都會想到 什麼光明正義對不對 醫學琴琴書畫 尤其是如果有一些外文系的朋友 你們有修過什麼 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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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不管 反正有講說什麼 阿波羅與九神 Dionysos的故事嘛 對不對 什麼一邊代表光明秩序 一邊代表夢境跟什麼 什麼不整齊之類的 其實啊 阿波羅它是什麼神 它最初的版本是一個 瘟神 就是如果你們玩過大富翁式的話 如果你踩到阿波羅 最原始的版本應該會噴錢 懂我的意思嗎 但是如果我們以現在來看 踩到阿波羅 感覺就是會拉一個拉壩對不對 9999 然後賺好多錢這樣子 怎麼會這樣子 我們來想一下 太陽神他們本來就代表太陽 如果今天你們居無定所 你是一個遊牧民族 你覺得太陽對你而言 力大於壁還必大於力 當然必大於力嘛 你每天出去對不對 你也沒什麼房子住 也沒有什麼東西遮陽 擋曬 那個UV之外 一些一直打到你的身上 那你會覺得太陽神 對你有幫助嗎 當然沒有啊 食物放在那邊 一下就腐敗了嘛 食物腐敗呢 就會產生什麼情有感口提力嘛 對不對 你靠近它你就會得病 得病不就會產生文藝 所以啊 所有文明最初的太陽神 百分之一百都是邪惡的 我再講一次 所有文明的太陽神 最初百分之一百都一定是邪惡 那你去看那些神話裡面 這個太陽神越早洗白的 百分之一百 這個地方那個文明一定是靠近河 為什麼 靠近河我很快就可以定居 很快就可以種田了對不對 如果你種了田太陽 種不重要 太陽就當然很重要 所以一個文明它的太陽神 只要是正義的 一定代表它馬上就進入農耕社會 一個地方它的太陽神 如果一直都是邪惡的 那麼大部分來講 這個地方 他們就是遊牧民族 所以如果你們有玩過 世紀帝國的話 你去看蒙古神話 蒙古神話的主神是什麼 是月亮 是白鹿神 對不對 為什麼 他們遊牧民族重點是晚上 晚上看月亮跟星星的方向 比較好搬家 我們看下一頁 幫我點個四下 火災 太陽帶給大家的東西 火災 疾病 腐爛 還有死亡 這個才是最初的人 對他們而言 太陽會給他們的影響 我們現在開放Q&A時間 你想問什麼 都可以 太好了 來 請用我的 可惡 不知道在幹嘛 肉基你好 我想問一下 你剛才說阿波羅一開始是瘟疫之神 我想問一下關於中國神話 一開始太陽太多造成乾旱的問題 接下來其實也有 西王母 他其實比較偏 女嬰之神 可是他一開始也是族行殺 他是等到很後來才轉變成 掌管長生不曉耀女神 我想請問一下 為什麼中國會有這種兩極的狀況 你的意思就是西王母 不是啊 我這樣聽起來沒有兩極啊 西王母也壞 然後西河也壞 不是嗎 應該會 其中一個是比較OK的 為什麼會兩個都這麼壞 因為啊 其實這問題很簡單 中國神話它不是單元的 它是多元的 就好比說 我們現在讀神話 我們會覺得說盤古 什麼福西 什麼女蛙 我們好像是整個中國 大家一起產生的神話 實際上咧 實際上中國當初應該是各地都有 你懂我意思嗎 可能說這條河 上游可能講西河 下游可能講你說的西王母 那你在可能西元前三千年 上游下游 一輩子無法相通 那可能到了西元前一千年 兩邊突然相通了 神話才開始進河 那這種情況就會導致 可能是什麼 可能是我的神話裡面有個妹子 這個妹子神她很凶殘 你的神話裡面剛好也有個妹子 也很凶殘 哇怎麼會有這種巧合 所以併在一起以後 會有一種角色屬性重複的問題 就是這個樣子 那你講的東西也發生在埃及 你們如果有去看木乃伊展的話 或者你最近有玩什麼刺客教條 起源的話 在講太陽神 小弟有一天著作就在講說太陽神的各種變化 那其實為什麼會這樣 很簡單嘛 最初就是說 因為埃及那個地方 他們很快就沿著尼羅河種田了對不對 種田的地方很快就有光明偉大的太陽神 那到處都拜太陽神你知道嗎 他也拜 我也拜 你也拜 每個人太陽神長不一樣 後來國家慢慢地融合在一起 就像玩文明帝國一樣 那個勢力範圍圈圈越來越大 碰在一起以後 就把太陽神就開始融合在一起 比如說什麼阿蒙加拉變成阿蒙拉 小丁加拉變成小丁當 大概這樣子 這樣有解釋到你的疑惑嗎 嘿 怎樣 那個我想請問就是因為你有提到說 神話的目的就是在洗腦 但是我覺得相比之下 中國好像有很多神話 是在解釋自然的現象 例如說貢公 他撞了不周山 然後其實就是在解釋那個 新城的走向跟水往低處流 水往東流這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好像跟你的洗腦之間 好像是有點落差的 還有就是好像相比其他地方來說 中國的神話好像並不是那麼發達 那是不是還有為什麼 謝謝 這個不錯 來踢館 關於第一個這是邏輯問題 我剛剛沒有講說神話就是洗腦 我說神話最大的作用是洗腦 那它是作用是解釋自然 這樣子我們兩邊是有交集的 對不對 我最想吃的是雞肉飯 不代表我不吃控肉飯 大概是這個樣子 但他講的是對的 其實我覺得神話在以前 它有很大一部分也是自然科學教材 對那個時候的人來講 你去看什麼貢公的怒撞不周三的神話 那個就可能他們國中一年級的理化課本 他講的是對的 他講的是對的 不過今天因為礙於時間的關係 我就沒有講那個部分 因為我感覺大部分的神話作家 好像也是講那邊嘛 對吧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神話比較喜歡講那個 我就喜歡講辛辣一點的 所以我就講洗腦 這是我的不對 沒有啊 我的不對 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關於你講說中國神話 為什麼比較自視 這個我可以完整的回答你 因為中國的文化發展的太早了 我再講一次 中國的文化發展的太早了 你看任何一個地方的文化 只要它很快的出現一個 強而有力的中央集權 而且具備書寫能力的陣體 它的神話馬上就無聊了 好比說什麼 我覺得日本神話真的蠻無聊的 雖然說日本神話他們起步比較晚 可是他們一起步 直接起步在兩本書 一本書叫日本書記 一本書叫古世紀 內容呢 這兩本書對於當代而言它就是史記 後世的人就沒有什麼詮釋空間的你知道嗎 那神話怎樣要有趣 就像希臘那邊有沒有 其實希臘它不是只有一個國家 它是好幾百個城邦啊 幾百個啊 幾百個啊 懂不懂 那麼多的城邦 它的神話併發出來的趣味性就會比較大 那麼中國為什麼無聊 就像我講的 它太快了 很快 因為中國其實你不去看北邊 不去看西南邊 不去看西邊 它整個中原 它沒有什麼特別大的障礙 很快就中央集權 這樣應該有解釋到你的問題吧 OK齁 好 那我們今天的問題就到這邊 好 那大概是這樣子 再講一次 答案 珠珠C珠C 那關於講義裡面的答案 我也不會特別給 如果你剛好聽的話 應該都知道吧 好 大概是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就是跟大家一起合照一下 謝謝大家 那很開心大家今天來這邊參加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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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